我就有一點氣心煙囊 連藍營的都要若井嚇死我 下個會期我們這8票不要了嗎 怎麼那麼不會做人呢 然後我被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是什麼嗎 我聽到一個人講說 當時他如果去當副總統 他就不會這些事情 不能講到沒有良心的話好嗎 敗家族 無聊透頂 無聊透頂 總統的補助款都會一人一票 30塊 進到了這個政黨之後 民眾黨的黨章是規定 三分之一 是給黨來使用 其它是個人捐作 個人使用 但是個人使用 大家現在說 這其實沒問題啦 它就是法規上沒問題 但是現在都是觀感上的問題 大家都說民眾黨 寄生國會也好啦 然後這個說什麼 我們都在用這種公家資源 還是什麼 那真的是黨真的很窮 我說真的是說 我們的資源真的不夠 那真的需要辦公室 然後呢 就是說主席他要用這個錢 去買了一個辦公室 大家知道那個地點在哪裡嗎 就在立法院附近 他找了一個聯絡處在中間點 不管是接近現在的黨部也好 未來的台國也好 或者是跟立法院黨團的接觸也好 它其實真的就是一個中間點 我相信小草可以知道這個用意 對我們相信可以理解 可是現在有點就是在 醜化他的所有人設啦 我就有一點欺負人 你知道他們現在在打貪腐嘛 貪腐是拿國家的錢啦 是啊 你光是8000億8000億就兩兆事 那其他的更不講 他拿國家的錢在綁裝等等 對 好OK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 那個才是真正的 你一講說高鴻安或者是他的助理 那多少錢而已啊 那其他的人那個是差多少啊 你知道這就是要入罪以死嗎 你坦白講那一部分 你怎麼不去查那一塊呢 好你看到連藍營的都要落井下石 我都覺得很奇怪 那未來下個會期 我們這8票不要了嗎 怎麼那麼不會做人呢 我跟你講那就是一個做人騎馬 人家朱立倫跟馬總統 至少還會你知道會講一下嘛 對不對 你約束不了下面人 那倒是另外一回事啦 然後我對受不了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麼嗎 我聽到一個人講說 當時他如果去當副總統 他就不會這些事情 對不對 你在說誰 我跟妳講 不能講到沒有良心的話好嗎 你認為就是因為國民黨 這樣子就是選不上嘛 敗家旨我跟妳講好嗎 你們自己的 跟自己的那個職員的 跟加盟店都搞不好 你講什麼狗屁的東西 他的意思是他的死要錢 當時那個擠婚自己 但是今天我都是柯文哲 站在政治 你不要用人性來講 你多乾淨等等那些 我不知道的啦 好嗎 你自己自己跟天主講好了 我不知道 但是你講那些話 我今天在那黨主席 我今天被投給他們亮掉 自我們所有的黨員何在啊 我們不分區怎麼樣 我們黨的就死掉了 所以你講那些東西 好像怪黃山這樣怪他 對不對 無聊透頂 扑淨 扑淨 不停 扑淨 扑淨 火獲